大家好,我是哈迪,一个分享中文的迪拜记者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及世界国产集会议 于2024年5月30日在北京进行 会议除了发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声明之外 还通过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世界国产集会议北京宣言 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24年至2026年的行动执行议话 那么阿拉伯国家主流的媒体是如何报道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世界部长级会议的 我们从阿联酋海文报开始 阿联酋海文报在报道里提到 阿联酋总统谢了汉姆德·文扎埃德·阿勒纳海 在论坛上发表电话时 想到阿联酋日终于与阿拉伯兄弟合作 是在以复合双方愿望的方式 支持和加强中华合作的进程 并进出此次会议的召开之际 之前需要团结起来 共同和挑战 巴勒国家统细社报道 阿拉伯和中华民族 拥有建议的一些最古老的人类文明 足够未来 两个人民就加起了沟通的墙量 建立了合作关系 不守抵律的先知 为现代的中阿战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的道路 冲出增加了八大特征 与民族的民族持续性 《中东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立文长 文长提到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不断拓展务实合作 实行更高质量的独立公益 中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阿玛 进入了攻击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实施了200多个重大项目 双方近20亿人民主力 从合作的结果来看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阿拉伯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地位 等来来 双方贸易往来再上线的台阶 目前保持在4000米以前的 历史率最高水平 是20年线的 SKY6电视台的报道提到 中国国家主席 已经在中央合作论坛 发表将话时表示 中方愿意同阿拉伯国家一带 有利于实现长期和稳定的方式 拒绝这点的问题 中方愿意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成为世界和平 无论人的研发 上个电视台的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表示 中国将于2026年 如半第二次中阿领导人航会 称这是中阿关系进程 又为一个善悲 季主席表示 中方将中阿放一道 公共 游戏 报围 设施 等重点追求力的合作 谢谢大家 有救折